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尊上一片心意 我等 尊上 这是何意 怎么会是狐匹 谁不知道妖精一族 正是狐左 这 这 路人仙君的真身是灵鹿的事儿 六箭皆知 送鹿角 恐怕不妥吧 这份大礼 小仙怕是无福销售 只不过事出蹊跷 还是要弄清原油 先君能忍 我却不能忍 我妖族千里迢迢来这林元城一副登明之约 竟被如此羞辱 天理何存 赢日再次立事 若今日魔君不能给我一个说法 我必亲帅妖界十万大军出兵 不破魔界 事不还超 先君想要弄清原油 少君想要讨个说法 既然如此 岂又不能如愿之礼 带上来吧 启禀尊尚 陈方才亲眼看到此妖 潜入偏殿 换掉了尊尚您提前准备好的大路 陈费了些力气 才将它拿下 因此晚了一步 没能及时换回 还请尊尚治罪 也算是对先君和少君有个交代 少君不是想讨个说法吗 现在说法来了 少君 此妖 您应该很熟吧 陈记得 她应该是妖界使团中的一员 小妻 真酒 是你吗 你呀 你们少君这四万盘打得不错 魔君兽 魔界动荡 你们妖族便可趁虚而入 其实少君只是想 回去告诉你们少君 此事远了 你别这么看本君 看着本君心里发毛 总觉得没什么好事 尊尚英明 元妻此番前来 正是为了帮尊尚 排忧解难 我那个腹黑并交弟弟 又整什么幺蛾子了 尊尚 腹黑并交是什么 幺蛾子又是何物 尊尚的意思是 羽王殿下又要做什么 不利于尊尚之事 你的排忧解难 应该不是免费的吧 还是尊尚了解我 其实 只要精子管够 定能帮尊尚 破财消灾 破财消灾 把敲诈勒索 说这么清新脱俗的 你是第一个 元姑娘 你屡次相救 就不怕羽王殿下得知后 降罪于你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元妻自幼父母双亡 是殿下接我入府 让我在他身边长大 我知道殿下 心中苦闷 从小体弱多病 被父王冷落 被兄长忽视 被族人冷眼相待 他已经够苦了 所以我不会阻止他 想要做的事 可即便殿下选择的是 一条绝路 元妻 也想为他留一条后路 想什么呢 元妻的事 相摆烂 你说当个魔君怎么这么多事啊 要不我把这位子让给他好了 行啊 你今天退位让衔 明天魔族就能打乱 你说 救出魔族这牧墙的本性 能这么容易看着羽王上位吗 他与妖族少君迎日勾结 无非是想得到妖界支持 可迎日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让我颜面扫地 而是以此为借口 重燃战虎 夺回边境十二城 到时候 除非丧权割地 否则妖界怎么可能会支持他 他一旦真的这么做了 魔界又怎么会容得下这样的魔君 真是糊涂 我们都能想到这一层 羽王心思深沉 他怎么可能想不到 对啊 为什么呢 我也有点想明白了 算了 既然知道他要搞事 那我们就提前做好准备 妖族的目的是 是边境十二城 如今十二城慢慢恢复生机 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个 得力之人镇守 省得妖族总是惦记 有一个人 或许是最佳人选 尊上 您找我 陈将军 本军有事问你 禀尊上 臣乃军中副将 不敢见语 那从今日起 你便是将军 陈将军 如今边境十二城已然民生恢复 商贸繁通 然而居安思维不可大议 所以本军需要一位真正的守城之将 保十二城不受侵袭 以得百年安宁 臣 愿守城 臣将军 你可想好了 愿离王都 镇守边境百年 此前军 并非一世 为了尊上 为了十二城百姓 为了魔族万世太平 臣 愿镇守边境 肝脑土地 万死不辞 殿下 新把药吃了 没事 我不碍事 我不碍事 尊上 臣弟身体不适 还望尊上 愿臣弟先行告退 退下吧 我 我 我 那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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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回家吧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破旧 唱一扇做盔甲 这个世界有多然博 背叛错过 如如无味的喜怒怀乐 有多少波澜壮阔 在堆砌的沙力中沉默 并用理想如一抹 心儿有你陪我 收光炙热 依旧唱着属于我们的歌 若此后再无心客 变作萤火 微妙聚光 叫其身借座 且因我 香味银河 歌声够出呼声与执着 摇声执念 风通过 别怕冲到负车 天陪着你 这一路我们永不许可说